字幕提供 我亲朋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 我們能够借着这个教育 紀念主日能够加万讲台 來到永福教会 跟大家来分享圣经 那 求神保守 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话语 我们能够更明白 我们身为一个人 我们到底日后将要到处去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讨话 主我们谢谢你 将你的话语透过圣经来提示我们 让你知道 我们暂世只不过是七八十年 但是主 在这个当中 祢说 祢有起始我们 祢有 祢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主耶稣 谢谢祢的恩典 祢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舍去祢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借着祢 重新得着那复活的生命 主啊 我们今天在祢面前 要来思考一些的问题 求祢圣灵降临在这个会场当中 让我们心里面 存着谦卑 存着感恩心来领受 谢谢祢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在祢面前祷告 使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好我们下一张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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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3月24号的时候 在德国有一个延价的航空 叫做德国之一的客机 它坠毁在阿尔卑斯山的山区 这一家拥有优良纪录 它不曾发生过什么空难 那个绕称说 旅客一定必打 重达到目的的公司 但是 在一次的空难当中 基障全部的空服人员 150米 加上基障 全部都怎样 都灵难 这个悲剧就正如我们一句话 意外跟明天 你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是你今天在世上的 最后一天 您准备好了吗 您要带着什么 来建议爱你的那个 为你拼实这样的上帝呢 好 人死后要往哪里去 这个问题只有 什么 我们这个有宗教人 会必须面对 也要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 因为人如果不知道 死后要去哪里的话 那么我们这一生 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知道活着的意义 那我们就很可能就像 德国之一这个飞机一样 这个飞机是因为会失事 因为什么 那一天当那个机长 副机长 他有一些隐忧的那个精神疾病 但是没有被发现 所以呢 让他无辜的149人 跟他一起陪葬 所以 为什么只有人会有永恒的想法 因为上帝创造人 让我们人有永恒 因此 他造的形象造人 那也心中也让我们存有永恒的概念 在传道书里面 三章十一节说 上帝造万物 来我们一起来念 来 上帝造万物 可爱即使成为美好 就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好 对 所以当上帝将他的灵 吹入到我们的鼻孔里面的时候 人就有永生 人 就像永生的上帝一样 只是什么 生命以不同的形态存在 这个是什么 是水 你看 水它会有三个形态 物体是什么 冰 液体 水 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 水生气 很好 所以呢 人存在也有三种形态 在母腹里面 是胚胎 然后出生的时候 就是人 但是我们肉体死亡之后呢 就会成为一步 回到上帝的面前 最后的什么 审判 所以圣经里面呢 所以圣经里面呢 一再提醒我们 如果死亡真是一切的终局的话 那生命价值只是短暂的 那我们最好干净保护现在 吃吃喝喝 尽情享受 因为明天死了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知道 生命不是这样子 因为人有永恒的概念 所以在这个世上 一切有限的事物 其实都不能满足人的心 诗篇九十篇 距离现在 应该是三千五百里左右 那以色列先知摩西 所写的一个诗 那这也是一个摩西的討告 在他活在世上 一百二十岁的这个经历 也是他整个人类 他对于整个人类人生的一个观察 十七节当中的这个诗歌 他分成了两段 第一段 第一节到十一节 是一种回顾 十二节到十七节 是一个前章 所以当他回顾 描写他对人七种观察之后 他用了七个如火的如来表达 他在讲人的现况 先看到了上帝的永恒 让他心中 让他心中好像吃了一颗电行碗一样 他不至于在这个虚空 空荡的这个时代里面 找不到方向 来 在人的现况 看到永恒 对不起 在人的现况 我们看到上帝的永恒 我们一起来听 开始 这短暂人生的光景就好像什么 摩西他用七个如魔的如来表达 第一个来 开始来 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根 如水冲去 如睡觉 如生染草 如一生叹醒 如飞而去 对 所以呢 其实 我们不论我们醒来 什么 其实都是虚空的 如生长的草 如生长的草 那个草 怎样 短暂 不论长得多美 多么茂盛 他就会这样 命令雕现 留下一些的感叹 一生叹息 什么叫叹息呢 无可奈何 不论 对于 刚才喜先所讲的 那个德国的这个 那个德意科技上面的乘客来说 他们真的是 是莫名其妙的遇上了这个时间 是何等的无奈 有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 如飞而去 即使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一生 几十年当中 我们也很快乐 就消失了 几时才当小孩 现在就变成 以后我们慢慢就连长 成为 未来 这个环境 老年的会越来越多 那摩西呢 他纵观这个人生状况呢 他把他归纳四种 他说人生短暂 第一节到第四节 人生短暂 五六节呢 他说人生虚空 那第七节到第九节呢 他说人生是罪恶 十到十一节呢 人生虚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这是人生的境况的话 那么生命岂不是 又可悲又可怜吗 如果人活着是一场 可以舍得喜剧 悲剧 或闹剧 那这样我们活着才有什么意义呢 不如早一点结束掉生命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其实我们生命 确实是毫无意义的 人生再美好 最后还是一场悲剧 生命的终结者 死亡 毕得我们 不将我们努力的一辈子 让我们看完美好的东西 都通通放下 幸好 我们还有一位上帝 永恒的上帝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永恒的一个助手 使我们在这个短正的人生当中 能够跟永恒的生命能够接轨 所以呢 人生虽短正 但是我们能够活得很精彩 我们会活得很美好 因为呢 生命就跟永恒的上帝呢 的爱 接轨 就会让我们觉得更尊贵 让我们更觉得宝贵 会觉得更美好 会觉得更美好 我们活着有这样子 这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人生短暂 好 来 我们再来读这里 将眼光一二三 来 将眼光走向上帝 就看见了奇异恩典 就是永恒的上帝对世人的关系 宣布保守与带领 原来人不是活在虚空中 乃是活在上帝的丰盛里 是的 我们人是活在上帝的这个丰盛里面 摩西他看他自己 看环境 看到世上人 他看见人生的实况 也是如此不堪 他里面有时候会心中 里面充满了一些笑意的想法 幸好他的眼光 不是一直停留在那里 而是他把他的眼光 放在上帝的身上 就看见什么 奇异恩典 就是永恒的上帝呢 他对世上人的一种关系 眷顾保守 还有一个带领 其实我们人呢 不是活在空虚当中 乃是活在上帝的这个丰盛的宴行里面 当摩西他的心眼被打开的时候 摩西他就做出祷告 智慧的祷告 好 来我们一起来念 求上帝开启人的智慧的心 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人需要在时间中认识上帝的永恒 在生活中尽力上帝的慈爱 一样东西可以数算 那表示说东西可以有限 人只有在自己知道的日子有限的时候 才懂得珍惜 不敢随意的去浪费 我们在台语里面有一句话说 教养孩子有一句话说 六岁定一生 但你今天如果知道说 今生定永恒吗 将来我们在永恒的世界如何 是住豪宅 还是住草寮 就看你今生如何的过 你是背包客还是流浪案 这有什么区别呢 差别有很大 背包客它是有意义的 它是有目标的 但是流浪案呢 这个好像是这样 周星子 流浪案呢 它是没有意义的 它是怎样 在人生旅途里面 它没有一个目标 它是住流浪 你在你的人生旅途里面 你是背包客 还是流浪案 摩西岛道上帝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有智慧的心 神叫做智慧的心 来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联台 这样的人生 就如说 一三十票 有很多的00000 但是全部没有一个1 如果很多的 前面加了一个1 就是1亿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 如果前面没有1 我们人生其实价值都是空的 没有意思 那 再来 求赦罪和恩典 摩西说 我们一起来 念哪一杯 来 一人完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找回 为你的路人后悔 人生为什么有那呢 因为罪 人因为不敬畏上帝 从内在产生罪 比如骄傲 自私 贪婪 愚昧 人的重重的恶行 所感觉的恶行 这一句话 又转回到人身上 造成人的灾难痛苦 因为罪 人生是痛苦的 在佛教里面说 缓在 印度教里面说的宿命论 虽然 叫人要任命 但是却没有办法 去什么 去解开人 因为罪所承受的这个痛苦 什么叫做后悔 其实 这不应该将我们所受的心法 行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信仰 是有一位上帝 祂是怜悯之爱的神 弟兄姐妹 上帝知道我们已经回心转意 祂不再纪念我们的罪 那你是不是 能够回转 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到祂面前 求怜悟 求赦罪的恩典 还是你依然依靠你自己 继续活在罪中呢 第三个 祂求忠诚之爱 一起来 求祢使我们找找法德里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次欢呼喜乐 那个是慈爱的天赋 生命在永恒里有归属 心中有一定的归属感 人生必有满足而充满喜乐 生命因永恒而有价值 人生因永恒而充满意义 所以从摩西说 祂叫我们的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受到年岁 祂求上帝使我们这个受苦的日子 还有遭遇了这个年岁 叫我们喜乐 那如何喜乐 每一个与上帝同情的日子 都是平安 都得胜的喜乐 所以因为我们的一生 是在什么 这一位慈爱的天赋的手中 若不是他应许 是您说 我们连一根头发都没有掉落 那当我们去面对一个苦难的时候 我们所留的每一滴泪水 在上帝的眼中 都成为什么 都成为一个闪动的一个 闪亮动人的一个珍珠 将来要变成一个美丽的一个花冠 戴在我头上 这是何人的奇妙 何人的信心的盼望 所以现今的这个苦难呢 是将来荣耀的一个冠冕 这让我们心里面呢 也能够安安自在 也不会活在这个恐惧当中 好 这个再来 一起来 读来 来 开始 求祢到着祢 持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早晕的年岁 向我们其乐 每一个与上帝同行的日子 都是充满平安的喜乐 得胜的喜乐 我们的一生 是在这位慈爱的天赋手中 若不是他允许 我们的头发每一个都掉落 当我们一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所流的每一个泪水的时候 撒地都把他 怎样 把他 掌握在那手中 今天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苦难的陷阱 但是当我们的心 交托给神的时候 我们就要安安自在 我们也就不会活在恐惧当中 好了 最后一章 我们一起来 愿祢的作为 向祢无人显现 愿祢的荣耀 向祂的子孙显明 修上帝将祂奇妙的作为 向祢为祂的显明 人的一生 应有上帝的存在 充满了许多神经记事 我们的下一代 愿祢只能使作为全能的上帝 好 今天的一众姐妹 你的一生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赛团道认为不是赚大钱 不是住好财 也不是开了BMW Benz等等 而是什么 懂得敬畏上帝 如果我们的儿女不认识上帝 那将来在永恒之处 就会少一个人 总是没有全家团圆的这种 这种福气这种信 所以我们的儿女认识上帝 正如真言23章24节说的 怎样 他说好 一起来念来 好 有一个集团的董事长 叫做陈定川 他在80岁的时候接受访问 他说很多人对于一生 蒙福的定义是什么 希望赚更多的钱 把钱留给子孙 但他过去经营 这个永光的集团 他不是把财务放在一位 他和他的其实最大的心愿 就是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 基督化的家庭 目标就是要过一个虔诚的生活 成为什么 智慧的儿女 成为神国的一个 上帝所要接纳的人 上帝也照着他议取 成就他的见证 所以一人的父亲 就会得到很大的快乐和欢喜 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 你是被包克还是流浪案 如果你是有目标有意义的 往永恒之处前往 好 还是你今生 你有没有已经做好准备了 好让你在永恒的当中 得到上帝的赏赐跟祝福 愿我们每个人 都有神来的智慧的心 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充满喜乐还有平衡 把我们的事情都交拨在神的手中 喘到信主十六年 过去的生命放大 跟人家混帮 最后还染上毒 我时间到今天 过去的时候 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现在是六岁 二十岁的时候 我在军中染上毒瓶 你知道一吸吸多久吗 吸了久吗 我一边吸一边戒 一边吸一边戒 戒不掉就是戒不掉 让我的心 捆绑在这边被堵里捆绑 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活摇起来 这个都比让我的思想扭曲变相 我对我的人生观 我对我生命的一些价值观 都扭曲变起 不止这样 家庭也破碎 二十四岁 瞒着对象 我的太太 结婚二十四岁 二十九岁离婚 所以这个婚姻 只有维持了 多久 五年多 三十岁 我进入福音建国 在那边受神话语的装备 生命让神来登基 让神的话语成为登基 借了两年度回来 已经三十一岁了 三十岁了 那回来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走 去找我以前的太太 我想说 我已经借完读了 我们可以破均重圆了 但是她什么 她甩我都不甩我 为什么 她其中 总是我打她 撞她 骂她 的一些念头在里面 所以她没有 我也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 去管管她 她就这么说 你要用这种方式 又用人 教会的人来说服我 哪那么容易啊 亲爱的姐妹 如果你今天 嫁给一个吸毒者 你还愿意去接纳她吗 不要嘛 对不对 依靠她光辉开 依靠 今天 照我们现在 我现在在监狱也要服侍 在更生团期也要服侍 你知道吗 里面 八成以上都是吸毒者 所有的监狱都满满的 那三十岁之后 我回来 在我的部位 当三家会服侍 就是生命被神怎样 更起 我去找她 她不甩我 一个脸好像古怪一样 那这样子追求三年 因为我被神改变之后 我有跟神说 神啊 求你使用我 因为我的生命不算是自己的 所以我考上神学院 第一 我就去跟她 打电话给她说 我有事情要跟你聊一下 我想说我们到这里就好了 那既然 因为没有住在一起 她没有看见我们生命 我们的生命 一些生命作息 她只是到我来教会而已 她也没有办法挽回她 对我再一次的一种信任结婚 所以我跟她说 我要去读书 我要去念神学院 我要去成为神的仆人 日后来帮助 有需要帮助你的 成为神的气语 传讲生话语的人 所以我就跟她这样子说 我们就当个朋友就好了 那孩子 由你代理 我的大女儿 已经在五哥大四年级了 然后 就这样子说 好 我们就当朋友 回去 对你 她打电话给我 她说 大卫啊 那我们再 当个朋友看看 我们当个朋友 教我看看 她就介入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 我们的 看见我 在教会的服事 等等 两年 像是五年 然后我又 投考台南辰学院 又考上 一年级的时候 一年级的时候 在当参加会 办结婚典礼 你知道对象是谁啊 前妻 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真的很有胆 所以说 他家一家不会服事 一个 毒品 其实毒品的人 不是死 就是被管理条路 但是还有一条路 就是新耶稣 但新耶稣 你要不能将你自己的生命 献上成为国籍 不然还是容易被魔鬼给抓去 我这样子讲 你们听懂 在我们的信仰 旅途临临 当中 不管你是什么成分 只要你掉眼睛心 剩酒 魔鬼 就会把你囤直 所以我们 在2005年 在当参加会 再次结婚 200多人来参加 人家婚宴都去划头皮皮 200多个人都在哭 你要多特别的一个婚礼 你为什么 迫近从业 让我们重新 在主人面前 重新宣誓 不离不弃 所以 我读了7年的生学院毕业 他也在当参加会当干事 其实呢 他在彰化呢 教会呢 去做了一个 一天的干事 因为 可能有一些 不好 他就 没有去做 那我们就 一这样子 到了 我念毕业之后 就 他也辞掉教会的工作 再往当参加会当干事 做了9年的干事 然后我们 就这样子 抽签来到彰化 本来我们跟你 我们彰化有两个签嘛 就你们那个 传到那个 裕军 裕军嘛 裕军不是来这里 就是到我那里 但是呢 他是一个女孩子 所以 可能 就是说 把我 就大男人 放在乡村里面 他在这边 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那 这个都是神的安排 感谢主 让我 可以能够 成为服侍主的人 的仆人 也能够 让我们生命的见证 去淡化 原来 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的错坏 当然不是只稀毒 你会有很多的 人生的困境 但是你要如何去面对 你是要用自己的方式 还是要依靠神 求神帮助你 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知道要怎么解决 你知道怎么面对 所以感谢上帝 让我们成为 祂的恩养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在世上 我们要好好的为祂来做梦 为祂去算福音 为祂 将更多的人 带到祂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打报 亲爱的主 我们在祢面前 先生感谢 主啊 你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人 就是以过人 都变成新的人 主啊 我们何等的恩典 孟明兼权 成为你的儿女 恳求你 私人怜悯我们 大胆地支付我们 也将你的话语 让我们都牢牢地 记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面对这个 世俗变化波圈的这个环境 我们能够依然能够紧抓得住你 我们不靠自己 不靠势力 不靠才能 只有单单地靠耶和华 主啊 求祢带领我们 让我们这群 让我们今天 在这里的 所有的会 弟兄姐妹 他们能够 都能够 将自己 摆上 献上在你面前 牢牢地抓住你 过往我们这一生 让好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器具 传扬你福音的美意 谢谢主 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是奉合我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